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2016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 报告分析了中国军队的总体情况,并重点介绍了所谓解放军当前的能力 报告称,中国目前已有4艘094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可供使用 在中国未来10年,开始装备下一代096型弹道导弹核潜艇之前,可能最多有5艘服役 而中国的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或装备巨浪三潜射弹道导弹 公开资料显示,096型核潜艇是中国正在研制的第三代弹道导弹核潜艇 094型核潜艇的后继型 外媒曾报道称,096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在设计方面运用了多项国内最新技术 如中国最先进的第三代核反应堆技术、新式的降噪技术等 在弹道导弹的搭载数量方面,外媒认为应该其至少会搭载16枚,甚至可能达到24枚 外媒称,中国正在全力研制建造096型核潜艇,可以实现可靠的海基核反击能力 而此次美国发布的报告中提到的所谓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 中国官方上午公开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巨浪二的研制完成之后,必定会进行性能更加先进的巨浪三的开发研制工作 外媒报道称,该型导弹最远射程于12000公里,可以携带单个或者多个核弹头 预计部署在096型核潜艇上 凭其巨大的射程,美国的阿拉斯加和其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将在巨浪三的打击范围内 事实上,中国发展海基战略和反击力量是有着重大现实需求的 当前,世界各大军事强国都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这大大削弱了中国的战略核反击的效果 以中国邻国印度为例 近日,印度就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为了建立全面的多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印度15日成功试射了一枚自主研发的超音速拦截导弹 一枚炫耀称,该导弹能摧毁任何迎面而来的敌对弹道导弹 该拦截导弹拦截了从孟加拉湾停泊的一艘舰船上发射的印度海军版大地导弹 该导弹走的是敌对的弹道导弹路径 目标导弹发射后,位于惠勒斯岛的这枚高级防空拦截导弹 得到了追踪雷达信号,发射进入自己的轨道 并在大气层内击中了迎面而来的敌方导弹 有军事专家对火线军情表示 目前,相比于联合国,其他四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才开始进行海基核力量的正常战略值班 中国,无论是在战略核潜艇 还是战略潜射导弹的研发方面 都和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存在巨大技术差距 中国在发展新一代战略核潜艇和战略潜射导弹方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